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今年92岁 前半生患神经衰弱 吃不安睡不下 五十七岁开始学气功 现在没有三高 没有痛症 身体状态似六十多岁的人 扣手 放下 放下 养心是修养心心 保健延连的方法 他怎么养生 有什么养生之道 要这么早饭 吃鸡翅 幼生之路 一定要早睡早起 尽量不要吃红肉 吃点菜 吃点咸鱼 做点运动 开心点 这样的人就精神很好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去年最新的数据 香港男女平均寿命 连续五年蜆乱世界首位 女性是88.13岁 而男性就是82.34岁 是所有国家和地区排名最高 不太顺利 为何呢 太繁忙、太多都市病 香港大家都忙碌碌碌 有工作压力大 一个压力大的地方 如果有人那么长寿 其实都是惊讶的 香港人居住的环境有击壁 其实污染也挺严重的 所以长命就是想不到 香港是长寿之都 是什么因素 令香港人那么长命呢 医疗小准高 基本上免费 就算是窮 你也可以医病 你便不死 会长寿 喝汤 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帮助 因为中国人吃东西 无论什么菜式 都是顺着季节吃 今天 我见现在很多人都很注重养生 养生是吃得健康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会做运动 又或者心灵上的一些调节 不要情绪太波动 有细意认为 港人长寿最大的原因 是香港有一个高效率 而低廉的公共医疗体系 医院急救非常高效率 救护车基本上 能够在短时间内到达 突发病患和重伤者 能够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抢救 而公立医院急症 普通科门诊 专科门诊 住院 以至药物 療程等等的收费 价钱低廉 绝大部分的市民 都能够负担得到 有中医就认为 香港人长命其中一个原因 是懂得按时令煲炖汤水 和善于利用中药调和阳生 寿命长固然开心 不过活得健康才是最重要 什么才是养生 如何养生才为之有道呢 张聘今年92岁 年轻的时候 在一间门锁工厂做工人 之后升做主管 高峰的时候 管理超过100个人 他说当时工作压力很大 睡不安 吃不下 搞到神经衰弱 吃东西吃得不太快 不能吃得到多少东西 你十凉钟睡觉 你十凉钟醒了 就晚上天亮了 师太医生说我神经衰弱 就是这样 不吃得不睡得 就是这样 那段时间很辛苦 是的 我赢了100磅 他儿子的同事 后来介绍了一个来自山东的师傅 教他学杜家阳生工 每早凌晨4点起床练功 练至6点多上班 八个月之后 精神、食育明显改善 当年他57岁 跟师傅学气功 一学就学了十几年 学了气功之后 张平日日练功 从无间断 最近他做身体检查 报告说他各样正常 没有三高 没有痛症 没有常见的老人病 他一直有吃烟的习惯 到现在每天都要吃几支烟 不过报告显示 他肺部健康 身体状况 像六十多岁的人 他说整个年轻人 整个年轻人 整个年轻人 你觉得和气功有没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学气功 你觉得你的身体状况 死了很久了 如果没有学气功 真的?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生日日日差 什么药 我都不得了 要九和几岁 呼气 张平七十多岁才退休 退休之后 不时义务教人气功 这日他来到这间长者中心 分享一下他的养生之道 吸气了 现在呼气了 一路落地一路呼气 千万不要闭气 吸气 吸气 吸气了 一开始向下傾 一路呼气 吸气 很佩服他 九十多岁可以做到这些动作 我们叫做 都不是算年轻 都过七十 每个都这班人 都做不到这些动作 好 师傅再演绎下一个招式 是十指护扣的 现在在呼气 呼气 呼呼呼呼呼 师傅是下爬到地下的 上来慢慢吸气 吸气 吸气 我好像他有一半 很多缘 因为我很欣赏他的腰够直 我们七十多岁应该寒了背 他腰够直 站得这么挺 只是这样也很难 呼气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手指是怎么咬 吸气 吸气 真是 坚为观止 我们这些年轻 成二十年的人 都觉得他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都要多多向他学习 全部后面的缘位都要揉 全部后面的缘位都要揉 特别是套在这个位置 人家说放鸡蛋的位置 这群长者 大部分都没有学过气功 见到九十多岁的张萍 学了气功之后 身体这么健壮 都说会试一下 在这边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你会不会回去试一下做 当然会 对身体好 用地去按住 吸到这里 撼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做运动始终也是好的 因为我的脚 醫生要我做手術 我堅持一直不肯做 所以我現在希望跟師傅學習 不要說學多了,少許也好 這樣敷術,這樣吸 放鬆一點,不用那麼緊張 放鬆一點,不要那麼緊張 敷 吸 如果這個窩窩棍不動 你們行榮的質疑就不斷了 我自己也有做運動 但可能是欠缺行心 這次真的要滴起心肝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見面的時候 不要做到十足 做到三、四成已經很開心 有研究報告 總結百歲老人長壽的秘訣 就是生活規律而有節制 包括有合理的飲食 堅持運動和娛樂放鬆 92歲的張拼 有甚麼養生秘訣呢? 下一節回來再看 每朝凌晨三點 九十二歲的張拼準時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床上打坐 直到六點鐘 進了床,去到第二個經濟 山門為水,有啟叫 環境很清淨,感覺很開心 整個人的表現 說不出來了 那些舒服法 打完坐就開始練氣功 第一色是肉麵 即是由頭至頸 眼、耳、口、鼻、臉都要做運動 張拼說他九十多歲沒有太多皺紋 都是因為肉麵 一定沒有皺紋 是嗎? 是 真的沒有皺紋? 是 你平時沒有塗其他東西嗎? 沒有塗甚麼? 塗食花膏嗎? 是 沒有那麼塗的 做完肉麵 接著就開始練氣功 這套道家養生功 有頭練到腳 有超過一百色 每色做七次 張拼風語不改 每天由六點開始練習 練到九點多 三個多小時 都只是練到六十至七十色 張拼之前身體麻麻 經常傷風感冒 工作壓力又大 患有神經衰弱 五十七歲開始學這套器功 他說身體精神狀態 越來越好 沒有塗風感冒 以前塗風感冒就死活了 起碼過幾兩星期都不行 那是否辛苦? 不辛苦 越做越興趣 這個人的身體好一點 心情就靚了 我們連這種心情都很高興 張拼七十多歲退休 退休之後每天只吃兩餐 練員工十點多吃第一餐 通常都是吃麵 加點白肉和菜 加點吃紅肉 加點白肉和菜 他說一天兩餐已經很足夠 他說一天兩餐已經很足夠了 他說一天兩餐已經很足夠了 就是你覺得吃少一點會健康一點嗎 對… 一個人這麼少吃這麼多 吃兩餐就夠了嗎 夠了 兩餐就夠了 吃完早餐十一點左右 張拼就會到樓下護委會教器工 師父早安… 早安… 張拼學了器工身體明顯又改善 他退休之後就在一些長者中心 和非牟尼機構義務教器工 希望其他人受惠 後來想跟他學器工的人越來越多 他就在自己住的屋村護委會免費開班 每個星期一至六 每天十一點至四點 分時段一對一教人器工 教你器工 下盡 前面 是 這樣很棒 謝謝 張拼堅持要一對一教學生 因為他說這套器工 很著重適當的時間呼吸 是翼腹式呼吸 即是吸氣收腹 呼氣漲腹 和通常的腹式呼吸相反 教了器工十幾年 學生二三百人 現在跟他學習的都有接近一百人 七十歲的吳文達 十年前因為交通意外 撞傷右腳膝膝蓋 要用拐掌走路 有一天他在長者中心遇到張拼 張拼鼓勵他學器工 當時我在名外長者中心遇到師傅 師傅說 跟他學習,不用開拐掌 慢慢地學,自然會成功 學了六、七個月之後 吳文達右腳明顯又改善 兩年之後 不需要再用拐掌走路 62歲的阿安退休前在紀律部隊工作 膝蓋退化得很厲害 醫生建議他要換膝蓋 後來他跟張拼學器工 學了接近五年 膝蓋已經武痛 阿安說很感激張拼 不過最欣賞的是他那種真誠幫助人的心 現在他教學生 都教了十幾年又多了 也看到很多師傅師傅的身體 又很差 變得慢慢好 有些行動不便就治愈了 這全是發心做事 你去找一個發心做事 又做到事 又不貪錢的人 我覺得是少之又少 免費教人學器工 張拼說 因為當年他的師傅 都是不收錢教他 他說現時生活很滿足 錢、勾勢就可疑 你收的錢要甚麼用 你不是銀行打到幾個洞 你是不是 你拿錢去買樓 你來做甚麼 我這裡約一字 你不想住一些漂亮的東西嗎 這裡夠漂亮 我家裡不夠漂亮嗎 不知道我家裡有幾字 你覺得很滿足你 滿足的 不需要的嗎 不需要的 你覺得每天這樣下來教 你覺得自己的感覺如何 開心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別人相當好,自己開心 在四點多,教完氣功 張拼就會到街市買菜 吃甚麼 六米一磅 三十九 好 謝謝 好,你吃這個 謝謝 張聘和太太結婚六十多年 以前太太一直煮內 臭兒子、洗衣服、煮飯 還會拿毛衫回家織紮外快 近十年太太腰骨痛、行動不便 改由張聘買菜煮飯 他們有六個子女 十二個孫子、四個曾孫子 九十歲的張太太說 兩夫妻能夠活過九十 實在很難得 年輕的時候會多些爭辯、磨擦 現在就會多些體諒、少些計較 兩夫妻相處了這麼多年 你覺得最重要是甚麼? 沒有,因為感情是最好的 你明白我的心,我明白你的心 你選一些就說我 我就說這個就算了 我沒有計較過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你擁抱 當我擁抱,我擁抱 人家人家都不想 這樣就流不肥 張聘說很感激太太 一直對家庭的付出 以前自己脾氣大 不時都會激怒太太 現在年紀大了 有時都會激怒她 不過就為了另一個原因 有時會激怒她 我很喜歡她 是她的生氣 你特意激怒她? 是呀 為甚麼? 為甚麼你特意激怒她? 你要情趣 即是你想搞情趣? 是呀 你激怒她,你怎樣哄她? 激怒她 過了就哄她 怎樣哄她? 怎樣哄? 不然這有可能 追求她 很忙 可怕 你穿住 你買過